《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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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劇組裡面擔任的是整個影片製作的監製 以及就是攝影指導、燈光指導的工作 那這次覺醒的產學計劃跟葉杰一起合作 它是一個公益的電影 那這個計劃其實我們已經籌備了兩年 在疫情前將近三年左右的時間 去協助他的創意劇本的發想 然後開發整個故事 到疫情的這兩年 完全沒有辦法做進行任何的製作籌備 以至於到疫情的解封之後 我們才進行他整個籌備 跟拍攝在很短的時間 我這次飾演的角色是周學聰 他是一個個性是屬於 有一點陰柔的一種氣質的一個小男生 而他當遇到王英翔這個角色的時候 他彷彿可能有找到一個 自己的認同感與歸屬感 所以就把王英翔這個角色 視為他自己心目中的一個偶像 這個角色最困難的部分 我覺得是他的一種氣質展現 對我來說是最難去呈現的 我已經查出 是誰撞昏流牆了 我一定會立聽 和那個正義使者的 廁所被要被潑水的那場戲 是我覺得比較困難的地方 因為那場戲它是要衣服會被潑濕 是要一次過要去想很多 這場戲我覺得是稍微困難的一個地方 我飾演劉強 就是一個十二不射的小混混 在學校四個惡霸 就是九個tag那場 你們的事啊 王英翔 你現在是想騙人家出戲的 我不知道 出戲 怎麼啦 可能因為我們演員之間感情太好了 所以在對戲的時候 我對面的角色 王英翔 他就一直對著我笑 但是我的情緒是要很生氣 我飾演的角色叫莎士 樓梯追逐在那一場 對 那一場在演的時候 就是想死會卡 然後我就就笑場 然後那一場大概 因為笑場恩劇大概是幾次 擔任美術助理 我的工作就是協助 場景的塵射跟找到距離 我這次是在美術組裡面 做美術助理 工作內容主要是做現場的塵射 然後也包括做了一些數位化的輸出 在攝影組裡面擔任攝影助理的部分 工作內容就是協助攝影師完成 他們需要的各項事務 我們這次攝影組有掌機 然後這次最特別的經驗就是 有一次可能三台或四台攝影機 甚至到五台攝影機一起拍攝 然後這一個體驗是蠻特別的 我在攝影組裡面擔任場計助理 幫忙做個紀錄 也幫忙造型組他們製作服裝表 聲音組負責的職務就是收音助理 通常都是做幫忙輔助的部分 我這次的職務是做服裝管理的部分 也我在現場幫忙頂場 這次主要是協助我們的造型頭 去處理配造的妝容跟髮型 自在覺醒劇組擔任的是燈光助理 最印象深刻的話 是有一次我們在拍攝家庭的時候 要搭那個高台 就是大概兩層都高的 雖然在之前的拍攝中 就有搭過高台去做 可是這次的搭高台是 跟師傅一起去搭 跟上次又不一樣 學到說如何自己去架高台 自己把那些東西 把高台的腳高台板送上去 然後自己架跟怎麼去固定高台 有一次最多是到5G 那打板可能就是要打三次 甚至可能要請我的 另一個場際助理學姐 燕運學姐來幫我打板 它的機位設置的話就是 一路從二樓到環境拍攝 二樓的機位設立一個是廣角的 然後一路三樓 四樓中焦段 然後五拉長焦去調 每個演員的特色畫面 我覺得當攝影助理最重要 就是要有心細 有動作要很細 因為這次其實蠻多場景的 要在短時間內把很多場景都呈設好了 可能一天就要呈設三到五個景這樣 因為場景非常多 所以就我們常常要一直趕著做 就是做完一個再去做下一個場景 那所以他要準備的道具 其實相對也是變得比較多 那整個因為可能就是90分鐘的Loading 他其實也會對實習生而言 他其實也是一個工作量比較大的部分 就是很多地方都要處理這樣子 車禍的場景吧 看起來就是雖然好像不用什麼美術 但是就是好像要做很多事一樣 就是當天大家都忙著手忙腳亂 車禍那個場次 我們跟美術組分別都有各做鞋匠的部分 有一起去共同 兩組一起合作 去營造車禍的那個現場 還有臉上的一些傷啊 跟一些流血的部分 因為疫情我們沒有辦法進到設房 現在全台灣的所有的監所的設房都是禁止借用的 那我們就自己規劃搭建了一整個監獄 設房裡面的狀態 那當然我們的成本 我們沒有辦法去搭到整個很多間設房 所以我們設計的一個設房 是它能改成景避室跟一般三人房的設房 那我覺得這也是我們影視系開始慢慢的有一點 不是只是做道具的陳設 或者是固定的房子 我們只是改油漆 改它的家具擺飾 我們已經開始能嘗試去做檢疫搭景 那當然我更期待說我們現在搭的是一個設房 那未來我們可能搭的可以再有更好的一個創意 有更多成本跟空間 我們可以去搭設一些更不一樣的東西 那能有一些比較大的突破吧 做監獄的時候他除了一般把牆面搭設完成之後 然後他其實要做很多的油漆跟一些質感的處理 所以當時其實是有很多的同學一起參與 就是要把一些牆面 然後還有包括馬桶 然後或者是鐵門去做質感 他就是全部都要就是從零到有 然後全部就是要直接搭出一個監獄出來 然後最後要上質感 然後再上質感就是一個很大的工程 因為是要疊很多層的不同的顏料 和明度啊彩度啊不同的東西上去 還有辦法做出用 雖然是用木頭做但是卻有鐵的質感 很難得有非常緊湊的一個月這樣的工作的流程 其實很感謝這一次我能進入到這麼大的劇組 跟大家一起工作 大家也很包容也很提醒我 感謝老師們學長們 讓我有這個機會就是在大一的時候就有這樣的接觸 然後也在這支片上面學到 謝謝謝謝我的頭 我的福哥 然後雅玲姐 然後歐陽哥他們也都很辛苦 重點是非常的有收穫 我覺得這次非常的值得 這樣 這次本身的拍攝經驗就是一個很難得的事情 整個產學合作的計劃呢 它其實對於學生而言 它其實有一個很好的食物上面的體驗 那因為我們這次其實用了很多的空間 那其實也做了很多不同的 就是可能要做很多不同的工作 比如說我們也會有木工搭景片 然後會有油漆 然後有一些塵射 然後也要做一些輸出跟改景的動作 那我覺得這些東西就是 其實是很難說在全部都可以在課堂上面教學 但是在透過實作的時候 它其實都可以碰到這些東西 那也可以增強他們在食物經驗上面的成長 在影視系已經做了那麼多的採學計畫 那這一次比較重大的一個突破 我覺得已經是 比如說我們在美術上面又往前又跨了一步 我們慢慢把景這件事情想得更大一點點 希望下一次的突破就是可以再更大了 那麼更多的陣子